我是七十年次的 哎呦 你呢 四十九 五十八 你算了嗎 我算了 多大一年 十五年 對 七十年 七十八 二十九 十五歲 一九八 你還要算那麼久 十六歲 十六歲 對 我們現在講年齡嗎 要講年紀嗎 美鳳姐 你是幾年次 對啊 請問 我是 公元前 我只能這樣講 民國前 不是 我跟你講 好 少文是我的師兄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哎呀 你趕快 你趕快就在哭了啦 人家找他拍寫真啊 欸 有嗎 我拍過啊 美鳳姐 你還懷疑啊 對啊 真的 他有拍過 我露上半身啊 我還有去買 你知道 你有買喔 對 把這個比你講出來 啊 天啊 不然你等一下叫我看 好嗎 菲瑞 星期天 L'E BANG Yeah 哇 今天 空人萬象 欸 跟我們不要 空人萬象 夠朋友滿座 沒錯啦 怎麼會空人萬象 萬人空象 今天是剛好我們在錄影的時候 是學三番放春假 對 所以小朋友特別在多 那今天呢 我們要談的其實呢 小朋友最喜歡的就是紅象 剛剛只要提起了 你們一出來就抓狂了 抓狂 講到這個偶像 抓狂 就是抓狂 抓狂 抓狂 你說一次 抓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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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們喜歡偶像 那麼其實我覺得當偶像 也有他的壓力 比如說像四大天王 人家說這個高處不勝海 因為站在位置站了很久 其實站了也很辛苦 總怕會有其他人來把他們的位置 後浪推前浪 對 正所謂 長江後浪推前浪 掌聲鼓勵 說得好好喔 厲害 還有 長江後浪推前浪 還有什麼 前浪死在沙灘上 對 但是這個前浪也是很恐怖的 所以沒事要遭受一些壓力 對 那麼今天我們要談的就是講偶像 那現在呢 人家比較看好的啦 也就是說 比較沒有那麼大壓力 就是所謂的新偶像天王 有國語的四大天王小天王 台語也有啊 今天請到這隊金童藝武 藝武 那個男的知道 那個男的知道 我教他金童他一定很高興 他也叫你乾媽 我怕得 我當兒子的年紀越來越大了 怎麼辦 那麼講到這位女生了 最近出的專輯真的是 非常的快 很想突破四十萬張 對 開玩笑 所以說台灣人這個騎牛 是可以做 那看怎麼做 像他做得相當的好 起到沒來沒去出什麼台語 對 我就想說了 對 對 我們來歡迎今天特別表演 好來 我們歡迎 楊宗憲 蒜鼠妹 大家好 美鳳姐 謝謝 你好 歡迎 阿天啊 蒜鼠妹 美鳳姐 美鳳姐 Dicky哥 還有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蒜鼠妹 你好 好可愛 我跟姍妹今天是兩姊妹 兩種花 你看看 兩母女 她過妝 明明姊妹的不要說母女 不是在 剛才美鳳姐講說我們兩個是 金童綠女 結果她講說 父女 對 有字字 真的 姍妹至少 我是七十年次的 你呢 七十九 五十八 那你選雞 我選雞 多大一年 對 七十年 二十八 二十九 十五歲 你還要生那麼久 十六歲 十六歲 對 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講年齡嗎 要講年紀嗎 美鳳姐 妳是幾年次 對啊 請問 我是 妳直接說幾歲了 我只能這樣講 民國前 不是 我跟妳講 好少文是文師兄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你搞什麼 我跟妳就在看 好 我們現在的紀念來是小天王 小天后 小天王 小天王 老天王 今天要接受考驗 我們這樣子 我們請老師呢 來一個什麼樣的音樂 節奏 麻煩兩位 自己來接自己唱 我不要處理 好 自己想辦法囉 不要浪費喔 好 盡量 那現在呢就 老師來 盡量讓她下去 沒關係 來 恰恰 恰恰的 來 誰先 動作也要比喔 愛情的恰恰 過冬斑沒記 心愛的在哪裡 想要跟妳想要跟妳 來跳恰恰 妳知道妳是不知道妳是哪裡 哪裡去 淋下去 淋下去 淋湯下去 淋湯下去 跳下去 跳下去 大家開心 妳想要一杯 安靜的日子 買來照顧妳 換人 換人 另外一首嗎 老天王 是不是 也可以 天王的歌聲 讓妳感到心夢夢 心夢夢 天王的歌聲 讓妳感到心夢夢 天王的歌聲 讓妳感到心夢夢 天王的歌聲 讓妳感到心夢夢 好 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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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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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 這個天保太難了吧 Dicky Dicky 你唱 我要 我要你 是嗎 我要你的 我要你的愛 為什麼不走過來 唉唷 偶像 不過美鳳姐 我知道要成為一個真正的未來的天王啊 除了會唱之外呢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秘訣 為什麼 就是要呢 會面對記者的尖銳的問題 不過呢 這個有時候年紀呢 經歷夠的人比較會喔 那 年紀這麼輕 不然記者問你一些問題 我開記者會的時候 我最害怕的就是面對記者 喔 通常他們都問到讓你 這個好像一個廣告詞 面對記者 有沒有人讓你問到說 你不知道怎麼回答 有沒有 有些記者 他會問一些比較敏感的問題 譬如說什麼 想說 唉你 可不可以拍那種 露的 有點露的 那種 我還小我都不知道 對 我不是問你 我都 這樣的回答其實也有 因為他有經歷過 所以他可能這樣知道 他 人家找他拍寫真啊 唉有嗎 我拍過啊 唉美鳳姐你還懷疑啊 真的 真的他有拍過 我露上半身啊 我還有去買 你有買喔 把這個嗶嗶說出來 啊天啊 你認了稍稍我拍一下 糟金多少 不過 我怕吃回來 真的 經過這樣子一次一次的歷練 自己也慢慢比較成熟 我可以面對的 不過現場要來考一下 是不是Dikki 要考一考他們 要考一考他們 怎樣考呢 我們要他們先戴上耳機 戴耳機 對 然後我們就會問他們一些問題 那我們怎麼聽得到啊 對啊 你們是聽不到的 就是故意讓你們聽不到啊 麻煩你們去學一下唇語 答案只有兩種 好大聲喔 一種就是絕對是 絕對是 第二個答案就是 絕對不是 絕對不是 請問 好 美鳳姐是不是很注意 絕對不是 請問美鳳姐是不是很愛漂亮 絕對不是 請問Dikki是不是比你帥 絕對是 請問 請問 如果 酸素妹再戴個幾歲 你是不是會追她 可是她長得不太漂亮 不行啊 沒人理你 絕對是 絕對是 好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請問 你看到女生穿裙子 你是不是想掀開來看看呢 絕對是 好 酸素心來味 請問 你這次一重新出發 是不是想幹掉金鐘歌王 對於慶 絕對是 好 好了嗎 好了 好 現在隨便這邊就你隨便 隨便一下 來 隨便來 我可不可以拿掉 可以可以 我發覺其實叫Dikki來問 有一個好處就是 很難啊 因為她的嘴型根本就不標準 誰看得懂啊 誰說 我的發音不標準 可是我的嘴型很標準 就是太多了 根本 好 我們現在請這個 淑妹 來就交給這個 淑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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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 要講 你沒講 絕對是 爸爸媽媽試試 你現在 絕對是 你看 你現在 已經 懷胎九月 有了BB了 是不是 絕對是 唉唷 你很壞耶你 其實大家那麼高興 你看 如果楊宗憲追你 你是不是會答應 可惜她太老了 絕對是 絕對是 好 來掌聲鼓勵一下 好 好 好吵喔 美鳳姐 如果說楊宗憲要追你的話 你說美鳳姐楊宗憲要追你 你現在問我是不是 好啦我甘味 我甘味開一下 好啦沒關係 唉唷 好 妳要講那麼直接 美鳳姐 我怕我爸會跟我搶 哇 美鳳姐的你看看 最近兩位這個唱片呢 宣傳各方面賣得非常的好 在這裡呢 謝謝你們光臨耶 祝你們唱片站繼續當賣 謝謝兩位 謝謝 謝謝 小燈遠距收看 飛音樂 新一天 GROVE FAST